相同女星中立体结束了两段婚姻之后 在2015年登上了恋爱综艺节目《如果爱》 随后与相差12岁的男星张伦朔 日久深情隔年便迅速举行婚礼 不过这段婚姻一直不被网友看好 还不断在网路上造谣攻击他们 中立体近期也发出律师声明 怒斥造谣者不要破坏美好生活 不料日前夫妻娘却再次被爆出婚变消息 日前中立体趁着生日 在社群上发文放闪 只见她身穿银色亮片长裙 头上戴着一顶皇冠 手上还拿着字卡并写上今天我生日 而身旁的张伦朔则穿着蓝色西装 戴着复古眼镜 将手放在女方的腰部 两人还嘟嘴做出亲吻的姿势 画面充满了粉红泡泡 中立体在贴文中表示 她非常的开心 同时也希望大家像她一样可以幸福无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